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妄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财士真爹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好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浪费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几次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说下这个 抵制潮不减,我以为你们国家 已经是人们肯放手,原来没有 我想你放手,放开所有 没有,其实彼此都不自由 对,彼此都不自由 当然,这个对老麦,星巴巴 这些大型的西方的连锁式店 和其他品牌是继续抵制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团体 就说他们撑意 看回原来杯葛或当劳的行动 五个多六个月以来 其实除了快餐店 受到影响之外 就连吉打人经营的麦当劳收藏品 博物馆 因为瓜田以下 你干什么? 你帮麦当劳买广告吗? 肯定 有些人就是这么说,有没有害处对这些博物馆肯有? 原来现在连麦当劳博物馆都是每个月都要大虚钱 这个博物馆的经营者叫李建文 原来他就说自从去年开始全球抵制老麦行动之后 他就必须贴钱去经营这家麦当劳博物馆 每个月要搞尽脑汁 这样是给钱给员工支付新水和水电费 原来他就说每个月的开销大概就两千元马币 包括一名愿工也挺便宜的 因为这个抵制行动以来,麦当劳博物馆已经陷入了群警当中 12月学校假期还有一些华人是支持的 但是,之后的开齋节更加激起了他们对巴勒斯坦的同情 收入对不起,是零 是零 很可怜 很可怜,因为是一个比较大的节日和比较长的假期 一般这些博物馆、主题公园这些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收入来源 但是就是因为伊巴这个事件搞到一分钱都收不到 原来他就说这个博物馆2022年1月28日 就开放给民众参观,全年只是休息一天 就是吉打苏丹的华丹日 营业时间长上50点到下6点半 换票就不是很贵,大人15元马币 弟弟和60岁以上长者就是10元马币 另外残障人士就是免费 如果分享这间博物馆的网站 亦都可以有 5元马币的discount 管内收藏了近4万件 麦当劳各地的周边产品 原来李建文的爸爸李俊杰 在45年前就开始收集了 其实他在全球来说算是挺厉害的 对于麦当劳 他在民间就忘记了 现在传到第二代游,李建文接手 李建文就说开张到现在 如果没有杯葛事件 或者叫抵制运动 每个月的访客都百多人 尤其是公告假期和学校假期 都很多外地人特意来这间麦当劳博物馆看一看 是的 算是一个景点 没错 那麦当劳博物馆应该不贵 他亦都说 这个馆的顾客多数 就是马来同胞 那就麻烦了 麻烦了 马来同胞更加是 直接抵制麦当劳的 一个大族群 他亦都说 之前他们很多 是组团来参观的 但是 刚刚过去开齋节 到今天 只有两组家庭 是有客人来的 就来参观 惨淡经营 对比去年开齋节 当时每天有超过过百人来到访 今年只有两个家庭 他们是回向开齋节 顺便来走 他都说 麦当劳博物馆 也曾经受到 抵制行动的影响 曾经有网民 在社交媒体上 将麦当劳博物馆的照片发了上去 写着 是 侮辱吉打人 很惨 没有什么后续运动 最怕的 好像有点 很惨的 你知道 在 中东地区 有些老北洞 被人来 欲手 但是 这样 不去光顾 这家庭 都够惨了 那又是 没必要欲手 当然 当然 他也说 一些前来参观的马来同胞 亦是特别要求 不要将他们的照片放上社交媒体 担心 那些同胞 是 找他麻烦 李建文 也善用 是社交媒体的 他就有在 小红书 和TikTok 李建文又不怕那些国家安全 不怕那些 资讯 不怕人用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参观 他也说 这个展馆 其实已经向马来西亚 旅游艺术文化部 申请了 作为官方景点之一 但仍然等着批文 我觉得 现在风头火势 应该没那么容易批给你 除非 耳巴冲突 有点缓和 他也希望 这些 抵制行动 可以尽快停止 令到各行各业 可以继续维持经营 但是你想想 其实 各行各业 说真的 汉堡包 不只是老麦 大马也大把 咖啡也不只是得星巴巴 所以 炸鸡也不只是得奇技 你知道之前我们说过的专家说 抵制行动一个成功的要素 就是有replacement 老麦还有其他地方的薯条和汉堡包 你也说炸鸡也有很多 是吧 那星巴巴的咖啡 说真的 应该大把 老口 比他好 是吧 所以这个抵制行动 我觉得 一日尾巴 未和解 也有时间 也有时间 另外 这个大马抵制 撤资及仲裁 亦都表示 原来 老麦 在首次 调解 会议阶段 并未接受 他们组织提出的要求 所以麦当劳 在 之前做出的 这个是 切数声明 具有误导性 他这么说 当然 原来 麦当劳 是未 这个抵制组织 未跟麦当劳 达成和解协议 亦都说 切数声明 又误导 还要继续 继续抵制 继续抵制组织 我看来也要 这个 尾巴冲突 缓和 可能也要等多一段时间 才有起息 绝对是 绝对是 原来 这个组织 他们就说 目前麦当劳的法律 诉讼 尚未 完全撤销 所以 双方 仲未对于 撤诉条件 达成协议 在首次调解会议期间 麦当劳 是拒绝接受 抵制组织提出的要求 即是 谴责以色列 这个他应该不敢做 他不敢做 说要谴责以色列 在架沙灭绝 他当然不敢做 因为他担心得罪以色列和西方 所以 并未在这个会议 达成任何的协议 抵制组织也说 基于这样的理由 麦当劳早前所宣传的 这个切数声明具有 误导性并且不准确 有关的声明 歪曲了 切数的 真实 性质 以及 他们对于这件事的立场 不过 这个组织 也说对 麦当劳选择 切数的决定 并不惊讶 麦当劳 起诉他们的理由相当薄弱 一旦案件进入全面的审查阶段 这个组织也有信心赢了这个官司 这个组织也说 原来在18号 就会在法院进行审理 因为 调解不成功之去审理 自从 以色列对加沙军事行动以来 其实 大把人 就是发起了 抵制努默 肯德基 还有 星巴克 等等的 这些 美国的餐饮业巨头 因为说 他们 是跟 以色列有关 援议 当然 上述的抵制行动 已经导致 麦当劳大概 两万一千名 员工 是面临不确定性 因为麦当劳 疑似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 麦当劳的员工 亦被 贴上了撑耳的标签 遭到社会的歧视 这个不应该 其实这就算 老板也解释过 其实 这个特取经营权是跟 以色列那里没有关系的 但是民众偏偏就是不接受 连星巴巴那些都是 很多的经营者都作出这个 连回的情绪 星巴巴大告人 他说这件事很坏 还有做很多 促销 做很多公益 好像都没有什么起色 没什么用 所以我们经常说 伊斯兰世界真的很团结 有些人的台媒众说 你看 伊斯兰世界都破坏了 99% 是伊朗 那些空中攻势 你知道我们经常说 伊朗的空中攻势 不是重点 是它后面的组织 其实我们经常觉得 包括某些港人 因为他们活在的社会 比较单一种族 他们说我们是少数族 但是 不是多 好像在我们现在住的国家 我们是少数族 我们才是少数族 是呀 是呀 你要知道伊斯兰世界 它这么容易放手 你想想 为什么胡塞这么难前 为什么 大家这么担心这个 难角 很简单 因为 他们 是很容易 你以为他没有了结果 他跑出来 最显现例子 你们之前 又说塔都班没用 现在他们 是否拿回国家政权 富汗 这件事就是 他还说自己是什么多元社会 什么 根本这些 还没见识过 真心说 我都不想这么说 你知不知道 他们伊朗后面 为什么美国都说 我们不会向他动手 为什么 他后面有很多人 撑你 革命围队下面 还有些外围组织 那些 才是骂犯 搞得这些人很麻烦 原来麦当劳 证实 起诉这个抵制组织 并且 杀取600万令吉的损失费 马来西亚麦当劳特区经营商 他们就要求600万的杀偿 其中包括300万令吉的收入 是 150万令吉 因为他炒人赔钱 还有材料过期150万令吉 除了是惩戒性的 这个是 伤害索赔之外 他的公司也寻求禁止 是发表诽谤他们的言论 并且要求法院 是预订答辩人撤回所有关于 这些诽谤的言论 当然这个组织 他真的不害怕 他不害怕 原来他们的主席接受 是 大马媒体方面 说这件事进入司法程序 并且 会进行 调解第18号 就已经是出庭 所以相信 刚才我们说的调解不成功 之后 难听说法庭见 马来西亚麦当尼也比 随着大马 抵制运动 和撤资 还有 这个是 制裁 的这个调解 亦都希望 如果他肯 做些事 我们就撤货 其实 难听说 就叫他 你收口 要不然跟他打官司 你要小心 因为 你知道他们很团结 他们可能 真的有钱 跟你打官司 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他们会用 一个 说法 就说你 意大欺小 是的 其实我也是虧张 等于星巴巴 高Q的员工 其实也是虧张 可能你赢了场官司 但是你的明星 就失去了 我是这样看 我是这样看 当然 可能他们 该做的一定做 那你就试一下 我也是那个 你就试一下 是吧 这个就是 刚才说的 另外还有一个底子 很少人说 原来 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 理事会 批准了一项 提案 就是禁止公众 购买在巴勒斯坦 被 以方佔领土地上的 定居点 产品 这个都是底子行动 这个都是 抵制行动 没什么人说 原来他们的 理事会 也是一致通过 一位叫做 海林斯 议员提出的 提案 他们就是决定 呼吁他们城市 地方当局 确保 不购买 那些是不尊重人权 还有 违反国际法的经营商 原来去年4月 这个 罗威首都奥斯陆 就禁止 进口 直接或者间接 为定居点 你知道定居点 台湾就叫团肯点 定居点 就是指那些 拿了人 约旦河西岸 那些人 就是那些 以色列人 住的地方 而且定居点 美国佬 都说你这样不行 因为他是非法的 你记住 美国佬都是不承认那些定居点 你记住 如果 如果 哪个是买定居点的那些公司和服务 就会被制裁 这个罗威政府也表示 当时这个措施 将 适用于哥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被以防占领的领土 包括东 东耶路撒冷 奥斯陆也说来自 被占领土地的食品必须贴上 是产品来源地 并且 表明他们是来自定居点 2022年挪威政府也宣布 以色列制造的标识只允许在以色列境内使用 不可以在1967年6月4日之后 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制造 在6月4日开始的6日战争当中 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 包括东耶路撒冷 加沙地带 和哥兰高地 抵制以色列定居点产品的 决定 亦都扩大到其他欧洲城市 这就是为了他的鼓掌 你记住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就是指比利时这个国家 不是指冯德内因 不是指欧盟 冯德内因 他是全面撑耳的 全面亲美全面撑耳 你都不用跟他说这些 18年原来爱尔兰参议院也批准一项法律 就是禁止进口或者销售世界上各地被占领 土地包括以色列占领的定居点省生产和服务 包括根据国际法被视为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 理事会就以25票对20票多数批准了这个议案 认为这类的商品和服务是违法的 虽然 爱尔兰不是第一个禁止进口以色列定居点 产品的国家 但是 它是第一个对此 是实施处罚的国家 其实这个都是抵制行动 抵制他们非法占据定居点 这个法律就认为 从以色列定居点进口或者销售 商品的行为构成犯罪 可以判处5年监禁或者25万欧罗的罚款 其他欧洲城市亦都出台相关的法律 禁止进口 是 结算产品 台湾地区为什么不学 你说占领别人不对 老公 第一件事 台湾中国部分 你不是说得很正义吗 因为美国不做他就不够胆 这场运动不单止限于 欧洲城市 其实 欧洲工会联合会去年 亦都决定抵制以色列定居点的方法 并且决定支持巴勒斯坦人 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 独立有生存能力 地理上相连的国家的权利 即我们所说的两国方案 当时 11名美国议员就呼吁 PayPal 终止 和 和巴勒斯坦人打交道的禁令 同时 亦都允许定居者 可以用 PayPal 好像PayPal 没有理会 当然这些定居者 现在每天都动手 很多人来世 没有人报的 这些事 原来 欧洲工会联合会 亦都在联合会 第15次 会议上 做出这个决定 庆祝欧洲大陆最著名的工会成立50周年 亦都在柏林那里开会 15年的时候 欧盟 针对巴勒斯坦被占领的非法定居点产品 亦都发布了指导性方针 欧盟委员就批准在若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 以及被占领的罪利亚哥兰高地 的定居点 生产的以色列产品一定要 是标明是定居点 令到以色列很生气 这个决定就要求在 以色列定居点 制造出口到欧洲市场的产品 贴上特殊标签 令到消费者可以了解他的来源 并且 不可以带以色列制造的字样 他一定写定居点制造 这个也挺特别 反正抵制运动部分 当然看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 欧洲人是不承认以色列 对他们在1967年6日战争 从阿拉伯人首章 略得的土地的主权 他们还认为 以色列的定居点是非法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恩从来都不敢批评 反而澳林肯有 公事公非讲句 美国佬是 这件事他就是敢说 反而你这么近就不敢说 为什么呢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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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